一口气看完宋徽宗赵极的一生 公元1082年 赵极出生于河南开封 是宋神宗赵须的第十一子 宋哲宗赵须之地 1085年 宋神宗驾崩 宋哲宗几位 赵极随之被封为穗宁郡王 1096年 14岁的赵极被尽封为端王 开始出阁接受教育 赵极自由爱好 礼墨 丹青 醋居 对齐花一时 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 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 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1100年 年仅24岁的宋哲宗病逝 同年 宋神宗的皇后相是厉排重影 雍丽 18岁的赵极为帝 视为宋徽宗 1102年 宋徽宗赵极拜采晶为相 采晶打着继承心法的旗号 脉官欲绝 无恶不作 而宋徽宗本人 过分追求奢侈生活 他命采晶在南方采办花石缸 在汴京修建更远 将民间弄得无烟瘴气 满目涂炭 1111年 宋徽宗派同贯出使辽朝 期间 辽国人马直秘密敬见同贯 献上连金灭辽之策 归国后 同贯把马直引荐给宋徽宗 宋徽宗大喜赐马直赵姓 并命他父亲与完颜阿古达约定公辽 1114年 蔡经和同贯为了开边邀功 劝宋徽宗对西夏用兵 同年 宋徽宗派同贯率军攻伐西夏 此战 宋军大败下军攻克西夏屏障横山 西夏随之面临亡国之危 夏崇宗急忙向辽朝求援 辽天坐地前使 劝北宋对西夏罢兵 宋徽宗破于辽朝的压力与西夏议和 并归还所占领的西夏边地 1119年 宋廷未解决财政困难 宣布将梁山坡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勇 并规定百姓入湖捕鱼需要缴纳重税 于是交不起税的渔民 在宋江等36人的领导下 占据梁山坡聚重起义 齐义军攻陷了十余座城池 他们惩治贪官 杀父济平 声势日盛 宋徽宗先派人昭安宋江 但遭到宋江的拒绝 随后又派大军讨伐 最终宋江寡不敌众 向宋平投降 接受昭安 1120年 深受花石刚之害的两者贫苦百姓 在方辣的领导下 揭竿而起 齐义军迅速攻占了六周五十二线 宋徽宗随即派铜冠率军讨伐 四年 方辣被铜冠击败俘虏 最后被押解于汴京处死 此战 大大动摇了大宋王朝的根基 为五年后的靖康之耻 埋下了伏笔 同年 宋徽宗派马直 经过与金国的数次谈判 最终 双方定立了海上之盟 盟约规定 辽国燕京由宋军攻取 金军则攻取 辽国中京等地 辽国灭亡后 燕云地区归宋朝 宋朝则将元纳给辽朝的碎壁 转给金朝 1122年 宋徽宗派同贯 率二十万大军 北伐公辽 由于宋军腐败 缺乏战斗力 二十万大军 两次攻打燕京 军被数千辽守军击败 最后 燕京还是由金军帮忙攻下的 此战 严重暴露了宋军的腐化 为之后的靖康之耻 埋下了祸根 1125年 金国灭亡辽国 俘虏辽天坐地后 随即南下攻颂 金军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北宋都城汗京 宋徽宗建 形势危急 急忙善未于 其子宋亲宗召还 自己则南逃至镇江 次年 金军兵为汴京 在李刚的坚守下 以及各地秦王大军的到来 金帅完颜宗旺 建无力攻破汴京 在宋亲宗答应 割让河北三镇后 随之撤军 随后 宋亲宗派人 迎宋徽宗返回汴梁 1126年 金军撤离之后 宋亲宗和宋徽宗 听信谗言 罢免李刚 同年 金军再次南下恭送 和上次一样 金军势如破竹 兵为汴梁 次年 金军攻破汴梁 宋徽宗召集 和宋亲宗召还 以及皇室 贵妻 晋臣 各种工匠等 一万四千多人 被押往金国 史称靖康之变 自此 立国167年的北宋灭亡 1128年 徽宗二帝等人 抵达京都上京 金太宗命徽宗二帝 身穿孝府 拜祭 金太祖完颜阿谷打庙 以此来羞辱 北宋君臣 接着 宋徽宗被金太宗 辱封为昏德公 宋亲宗封为重昏侯 并将他们关押在 金辽宁帖里 1130年 金太宗又将 徽亲二帝迁到 荒凉偏僻的 五国城 金黑龙江伊兰县 到达五国城时 随行男女仅剩 一百四十余人 从此 宋徽宗就居住于此 直至去世 生活稍微安定后 宋徽宗又有了 读书写诗的雅性 囚禁期间 宋徽宗又生了 六个儿子 八个女儿 1135年 宋徽宗因不堪 精神折磨 而死于五国城 享年54岁 在位26年 还做了九年的俘虏 此后 其实体被金人 稍作耕油